再来回答台湾 莲花鸿鸣 弟子 千敬鼎礼 根本上师 圣尊联神法王 请示师佛 一般在家居士 如何帮助 有缘的法界 无形 灵重 皈依师佛 除了填写 皈依证书 及附上 皈依供养经外 需要在谈诚前 作合仪式 或念合奏 才能够 切保圆满 这个感恩 聚恩的 根本上师 圣尊法王 适宜慈悲的 指导教士 阿弥陀佛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 很多人把 家里供奉的土地供 也归一 归一如师尊 也把他归一如师尊 这个 一般来讲 你只要 禀告了 只要禀告了 土地供 或者 一些神明 地方上的一些神明 已经禀告过了 而且你拔杯 拔杯 这个 同意了 你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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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帮土地供 归 这个 生活中 归 如师尊 这是你已经 禀告了 你不要随便 如果人家 那个土地供 不同意 或者一些神明 不同意 你不能够 勉强 师尊 有一句话讲 什么事都不要勉强 凡事 不用勉强 不用勉强 任何事 最好是 自然 自然就好 太勉强了 总是 就是不好 会引起人家的这个 反感 或者引起人心理 产生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出来 凡事自然 如果是说家里的土地供 你想帮家里的土地供归 那你先拔杯 他同意了 你才给他报名 不同意的话 不要勉强